颠覆你认知的难语义的思维盲区 记住,越难就会越容易,越容易就会越难 这个世界,富人的想法跟你基本都是截然相反的 他们是正常的,普通人才是不正常的 接下来,我要讲的都是满满的干货 先点赞,请您耐心看完你就会发现 你脑子里的大部分思想都是错的 没有难和容易,只有陌生和习惯 比如我们拿筷子这件事 你觉得非常容易吧 但在外国人眼里,他们觉得拿筷子简直太难了 看明白了吗 拿筷子没有容易与难的概念 本质是身体,习惯或者陌生 只要是你身体习惯的,你都会觉得容易 只要你身体觉得陌生的,你都会觉得难 就像新手学开车,觉得很难 老司机开车简直跟蛮一样 所以大部分人对自己的大脑 身体生命都是无知的 他不懂得如何驾驭自己的身体 反而被自己的身体控制了 记住,身体永远喜欢短期刺激 所以人会好吃懒做 因为被身体控制了 高手都是用精神控制身体 他懂得使用小我实现大我 从而能实现自己的成就和财富 然后用一辈子的时间活出别人八辈子的人生体验 而活在肉身维度的人等同于生物 在单一惯性思维模式下 每天都只想着吃喝拉撒睡和交配 在一个单一的重复中的死一生 这种人等于用一辈子时间只活出了别人半辈子的体验 其实你的身体和大脑这两个机器是具备超强创造力的 可惜你这个驾驶员自始至终都是昏昏欲睡 你也不看看说明书 于是这两个超强机器就变成了沸铜烂铁 就拿身体来说 身体有着超强的适应性的 一个从来不喜欢运动的人 只要你拉着他去运动一个月 天天早上跑步 忽然有一天不让他跑了 他的身体会特别难受 因为他的身体已经习惯跑步了 跑步变成容易了 睡懒觉反而变难了 但很多人不懂这个逻辑 他们往往把最开始身体的不习惯 当成了这件事情的本身难度很大 其实是大错特错 再难的是 只要你身体每天做 坚持三个月就会产生习惯 这是你想停下来不做反而会难受 这也解释了成龙六十多岁的人 前几辈子都花不完 为什么还博命拍电影 因为身体习惯了 不做难受 李嘉诚 比尔盖茨这些富豪 为什么一把年纪还拼命工作 也是这个原因 记住 让你的身体习惯的做一些未来回报率比较高的事 比如学习锻炼拍视频 做销售 做生意 做直播等等 习惯了勤奋之后再想懒惰 会跟你现在习惯了懒惰之后 再想变得勤奋一样难 高手和你一样 你觉得早起学习很难 他觉得不早起学习很难 只是因为给身体的习惯不同 未来你们的人生差距十万八千里 二 现在越容易的 是未来会让你越难 现在越难的 未来才会让你越容易 很多人的眼睛只看到了眼前的难和容易 没有看到未来 高手都是跨时间看到整体的 越难的事情意味着 做成的人越少 放弃的人越多 这就是窄门思维 这就意味着 我一旦做成了 基本没有竞争对手 极少数人分九十九的蛋糕 而那些容易做的事情 因为世人都能做到 就意味着已有无数对手 百分之九十九的人 抢百分之一的蛋糕 回报率显而易见 我之前在一家公司干销售时 我就盯着销罐 超越销罐 直接超越所有人 做最难的事的人 往往是认为这是最容易的一种做法 因为避免了一辈子 都和百分之九十九的人抢饭碗 而做最容易的事的人 其实都在走一条最难的 因为这意味着 你这一生 都要和那群九十九的人 争抢着那一点残根生范 学习很难 做互联网很难 创业很难 但这些未来也会让你很难变穷 睡觉很容易 搬砖打螺丝很容易 混日子也很容易 但未来也会让你